再来看到林敏昊跟全志贤合拍的《蓝色海洋的传说》 这部剧是欧巴跟女神的结合 堪称是2016年最受瞩目的韩剧即将要开播了 而女神全志贤在这部片当中几乎是豁出去了 他大口大口的吃面 而且为了饰演长生不老的美人鱼 他得泡在水中四五个小时 丝毫没有怨言非常敬业 但是全志贤他也说了 这次在水中演戏真的很辛苦 他可不想再演第二次了 全志贤勾者李敏昊的首登场 符合两人在星系里的情侣形象 超高颜值的男女主角首度合作搭档 星系还没开播就已经引起话题 你真是什么人 人迷你 全志贤饰演美人鱼 遇上诈骗专家李敏昊 但其实两人在前世就已经结下姻缘 只是男女主角对于角色似乎颇有意见 新系十六号开播 但是光评李敏昊和全志贤这对超强卡斯 就已经让网络影音平台抢先买下独家版权 毕竟对于追剧组而言 哪个平台买下有话题性的韩剧 就能吸引越多会员收看 另一个影音平台就买了徐玄正的新系 还有李光柱以及徐康俊的韩剧 两大平台竞争激烈 先抢先赢 瓜分哈韩族的市场 TVB的新闻赵佩武杨青组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